善缘恶缘都是缘 缘来缘去虚随缘 人间境界虚提升 静心修心学感恩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我们的师父说 我们学佛人要明白 修行不求未来 不讲过去 未来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我们的师父还说 好好地把握在当下 师父说 千年菩提路 始于耳足下 学会在人间 做一个人间菩萨 生活就是学佛 生活就是你的修心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博客上 有什么最新的佛友反馈吧 首先 这位佛友分享到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我今天中午做饭时 看手机 忘了炒锅里 有正炖着菜 差点着火 有惊无险 逢兄化吉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保佑原谅我 我忏悔 对不起 保佑我过了一劫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还有一位新莲同修分享到 二十一变心经 消除胃部剧烈疼痛 立竿见影 今天由于去考试 一大早就出发 一天都没有好好吃饭 考完回到家就六点多了 胃就开始疼痛 七点多吃完饭 胃部开始剧烈疼痛 忍无可忍 实在来不及 烧经文组合小房子 赶紧跟观世音菩萨说 我现在念二十一变心经 先消除胃部的业障 让我胃部不要疼痛 我会扎紧时间 送经文组合小房子 给我的药经者 真的太神奇了 我边念 边顺时针 揉胃部疼痛的地方 才念了几变心经 刚刚的剧烈疼痛就消失了 真是不虚 因为心经 也是可以消业障的 还是很大的钱 经文组合 小房子里面 却有心经 再次感恩伟大的 观世音菩萨妈妈 有求必应 闻生就苦 哇 真是太殊胜了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道 弟子分享 近世演的度数 这次居然没有再上涨了 以前几次换眼镜的时候 度数总是略有增加 这次 验完光后 眼光师对我之前的眼镜测了度数 说 你还蛮厉害的 度数不变的呀 哇 我当下就有一个意念 是菩萨保佑 我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进士 毕业后的工作 也是时刻对着电脑的 眼睛很容易疲惫 慢慢也加深着度数 学佛后 学会了在网上法布诗 也基本是用电脑操作 从目前看来 我一天对着电脑的时间 能有十几个小时之多 平日上班 整天很忙碌 也没有时间精力 刻意做眼部保养 本以为度数一定又增加了 但居然没增 真是太感恩菩萨保佑了 想到验光师说 我度数没长厉害 我暗想 你还没见过更厉害的呢 我们有同修 还把进士眼念好的呢 不过弟子已经很知足了 毕竟 我从没为进士的事情求过啊 感恩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师父 哇 真的很感恩这位师兄的分享呀 今天最后一则分享 是这样说的 昨天念经非常困 不想说话 跪趴在拜殿上 心里叫着观世音菩萨 不要让我睡觉 我要念经 没想到 几秒钟后就好了 精神起来了 晚上和幽灯时 和观世音菩萨说 我念经 都是用声音在念经 没有用心来念经 请观世音菩萨 让我能用心念经 今天念经发现 是用心念经了 能够静下来了 观世音菩萨 有求必应 真实不虚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笑话吧 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幽默的 真实的 现在的小孩子 真的不得了啊 听了你们 你们都要吃一惊啊 现在的小孩子啊 一个小男孩 八九岁 和一个小女孩 非常的早熟 而且非常的自私 他们两个孩子 在公交车上 讲了一对话 你们听好了啊 公交车 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 对边上的小女孩说 谁说不能预测未来啊 至少我能知道 以后我的孩子姓什么 可是你们女人就不行了 你的孩子姓什么 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小男孩啊 听听这个女的讲 小女孩 厉害啊 那小女孩毫不思索的 大声回答 嘿嘿 那是啊 虽然你能知道 你的孩子姓什么 但是我知道 我的孩子肯定是我的孩子 但是你的孩子 就未必是你的孩子咯 传车人听了 全部蒙了 所以末法时期啊 五欲六成的污染 我们自己已经沉迷 所以我们要解脱 我们要言传声教 更不能让孩子再有污染 要用 要要无我常挂心头 到处都是好的时期 所以学佛人要有智慧 我们一定要用同样的道理 要用善良给别人 你会得到善良 为别人付出 你一定会得到别人对你的付出 所以我们要懂得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我们今天学佛法 不但自己受益 连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受益 就犹如佛陀在两千五百年 种下的佛果 让我们今天还在受益之中啊 感恩师父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